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敏感的自然疗法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敏感 有些人可能对塵埃敏感、金属敏感、食物敏感、甚至乎气温敏感 那究竟敏感是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会认识很多人有敏感的问题 其实敏感的一种反应是会什么事呢? 其实当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是对一种正常的没有毒素的物质 比如草、花粉、清洁剂、或者一些食物 当我们身体是一种有害的侵略者的时候 我们身体就会做一个过度的反应 这种的过度反应令到我们身体 我们是对这些一般正常的物质 当它是一种叫做敏感缘 就是触发我们敏感的 身体就会释发一种叫做Histamine Histamine的一种物质 当然了 Histamine在我们身体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 包括我们呼吸系统、鼻肝粘液 我们身体的鼻肝粘液大量出现 或者皮肤出疹、皮肤出痕 就像风烂那样,和头痛 当然了,如果一般来说 我们身体遇到一个真的对身体有害的事情 比如可能感冒病毒之类之类 我们身体正常就会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去对付它 或者可能是将它赶走 同时就会令你身体累 你会多些休息 帮助你的复原 但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是一个叫做False Alarm 就是一个是假的警讯 我们身体就出现一个 对一个根本是很正常无害的物质 出现过度的反应 这个就是所谓敏感的问题 我们通常看到的敏感 通常会在我们的环境 或者食物里面看到的 环境的敏感源 会包括花粉 我经常叫做花粉热 其实很多时候有些人 早上起床 会打痴 多数都是鼻敏感的反应 当然在外国 是草木树木多些 就会容易有这种所谓的花粉热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树林 你看到香港的环境是很绿化的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症状 因为很多小型障礼 有些人对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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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可大可小 尤其是潮湿天气 羽毛,当然有些人的昆虫咬了,反应都很厉害 甚至有些人对那些化妆品,一般的家庭的用品 或者一些金属,带一些金属的耳环,手鸭,手鸭 他突然之间是发现红出疹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尽量将这些环境的敏感源 尽量移开它,拿走它 有时候因为季节性的问题 这些敏感的,所谓的花粉耳的敏感 可能到不同季节会自己康复 当然,如果我们的敏感源是没有拿走 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是不断地处在一个高的警惕状态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敏感的反应 会变成一种慢性的鼻炎 我们的身体可以说,鼻痘是经常出现发型的状态 很多时候,有些人的鼻孔会出现鼻息肉 他们经常要休息,要吸气,睡得不好 你去鼻孔照一照,检测一下 原来有很大的鼻息肉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长期的鼻炎 鼻敏感,形成的鼻息肉 为什么有些人会对有种物质有这样的敏感反应 而有些人都没有呢 很明显的问题都是跟我们的身体的免疫能力 不是单单说免疫能力强,一定会最好 总之我们身体有种倾向性 英文叫Susceptibility 你有这种病的倾向,你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没有这种Susceptibility 有些倾向性,应该就会没事 当然很多时候,这种敏感,好像花昏叶 可能都有种遗传的成分 当然,如果我们身体的任何的身体部位 聚集很多散,痰,自然会吸取 以及储藏这种刺激物质 令到我们的敏感反应更加严重 还有有时压力,或者我们的免疫能力低了 也会导致敏感很严重的反应 袁医生,可不可以简单说一下 如何引发敏感? 其实敏感的基本的成因 有些是因为遗传的因素 有些是因为营养不良 就是营养不良 会导致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处理问题的能力是出错的 也有时候,有些小孩很少接触敏感源 或者那些细菌 太过干净的环境 也都好像令到我们宋文仔出现问题 我也知道,现在在外国也有很多的研究 显示,如果那些营养仔是没有出现那些 因为打针,而没有出现同然那些 惯性皮肤的问题 比如水痘、德国麻疹 或者这一类问题 患敏感的机会是高一点的 我们的身体应该接触多一些 所谓的细菌也好 令到我们经历过童年那些 惯性的病 跟着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就会树立了起来 那些营养仔反而是会少敏感的 但你现在看到,现在的敏感是很普及的 很常见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因为打疫苗 打到细菌,很多的病 本来应该在细菌的期间出现之后 他们没有机会出现 即是他没有这个训练 没有正确的免疫能力的训练 结果我们的免疫能力出现问题 反而就很多这些敏感的问题出现 包括濕疹、食物敏感 还有一个基本原因 当然我们的消化能力差 当我们的身体消化能力弱的时候 食物进入了身体是没有完全被化解 为最基本的元素 而被我们的肠里面的血液吸收到 我们的血那里 这些未完全经过消化的物质 就会成为我们身体的异物 身体会当它异物来处理它 然后就产生一些所谓敏感的反应 还有一些情况 有些人吃东西太过减窄 所以他就会出现对食物敏感 有时偶像很久很久才吃一吃 有时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当然食物太过减窄 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会容易营养不良 对不对 那敏感是有什么症状的? 其实敏感的症状是很多的 包括鼻塞塞打痴咳咳咳咳 我一个病人咳了几年 我很肯定他不是因为喉咙发炎 当然不是 他之前有什么病就吃药 有什么吃药去按 发现咳了几年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是一个敏感的症状 不是什么呼加系统感染 有时候眼红痕痕 流眼水 有时候有些人会喘 喉咙痛都会 有些人经常喉咙痛 很简单 有些人说 我每个星期都会伤风喉咙痛 我说不可能 如果你真的伤风 你是会有免疫 你伤风了之后 起码有一段时间 不会再伤风 如果有些人说 我经常都有的 每个星期都有的 这个是一个敏感的症状 所以喉咙痛 当然皮肤 风烂 出疹 甚至于湿疹 和任何的疹 都会的 头痛 有些人 有些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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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我定期性的 一个星期都会头痛 很肯定 小朋友没有什么压力 当然很多时候他们照过一下 头里面又没有什么肿瘤 有什么血管问题 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得到 这个很大机会 都是一个敏感 那些人是累 无缘无故 总是睡极 都好像不够 其实这个是一个累 最后的原因 就是那个水肿 有些人睡醒了之后 就是整个面肿 或者脚肿 无端端的水肿起来 这个当然不是一个神的问题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很简单 身体遇到一些敏感缘 他就想将它减低 它接触我们身体的浓度 用水来沟淡它 所以很多时候 身体会有些水肿的症状 当然严重一点 有些人会出现喉咙肿胀 原来那条腻都肿了 但是你也知道 大概我们在 有时在传媒那里 或者电视新闻 有时都听过 有些人不吃得花生的 如果有中国案 在英国 有个人在厨房 就有花生成分的食物 就没有很清楚 告诉那个顾客听 顾客就吃了之后 就即时窄息 喉咙肿胀、窄息 然后那条腻都肿了 偷不起死亡 所以 这些情况 如果是 可以说是很严重的 如果你不理它 是会致命的 所以很多时候 有这些严重敏感的人 通常会带着一些 是一种腎上腺素的针 是不是 就是有什么射力 一啪一声打针 来到 就是禁止这个 这种反应 那治疗敏感 是不是应该是从饮食方面入手 先呢? 那我经常都好说 医食同源 那还有敏感呢 其实除了我的空气 环境 温度转变 或者那个金属的接触 那其实大部分 都应该和食物有关的 那所以在食物方面 我第一 就要 就是要留意有些食物 是要避忌 譬如 如果那些人 有很多是皮肤的敏感 尤其是濕疹 那最常遇到的 食物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鸡蛋 OK 这个是第一个 那有些人 那有些人呢 就是鼻敏感 很多痰 鼻塞 那样 整天打刺 那最容易的问题 是什么食物呢? 就是 牛乳类的食物 这些会惹痰的 但是也有些人呢 是 只吃那些 小蜜 都会常常有些 骑骑声 骑骑声 那你发现任何的情况 你发现身体有些 就是常常有些痰 就是出现 常常都是 长期都有些 那你开始 就要想一下 有些什么食物呢? 是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那所以第一件事呢 我们就会尽量 是减低 致敏原的 就是引发的食物 还有加强整体的免疫能力 那好了 那简单来说 我们尽量吃一些 所谓不会野痰的食物 正常所说 那个 牛乳类 就是牛奶 芝士 雪糕 这些食物 那还有呢 是那个 原整的谷类 因为呢 很多时候 那些人是有一些 叫做蜜胚的敏感的 有些是吃了少蜜的东西 都会吃了一些野痰的 所以呢 我们尽量呢 就要吃一些 就是不会引发 淡食物 吃一些好些的 完整的谷类 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 还有吃一些 好的油 就是用个冷压的油 还有呢 就是没有处理的 种子和果实 那当然呢 很多人在外面 就是很难买到那些 就是好的 新鲜的 没有煮过的 没有烤过的 果实的 那 因为很多时候呢 这些食物呢 是很容易益的 就是如果我们 在我们的健康店里面呢 我发现很多时候呢 是完全都没有过期的 果实呢 一开了包 都觉得有益的 那原因就是 这些的 就是没有经过主理 没有经过防腐剂的食物呢 就有这个问题了 那我只能够呢 就尽量真是雪櫃啦 那但是没办法 就是如果你要吃这些 这样的食物呢 你只是能够 就是要没有这个危险的了 那有时买得到的 是好的 就尽量就是吃一些 是没有主理过的 没有烤过的 那些这样的食物啦 那但是也都很多人呢 对那些果实呢 是有有有有敏感的 那尤其对 尤其对 尤其说花生啦 花生虽然不是一个 不是属于NUS的 是属于一个豆科的啦 那但是你知道 那些什么问题呢 自己要小心一点 嗯 我昨天说呢 我们还要加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啦 保持健康啦 那我们怎么做呢 吃多些瘦的 即是瘦肉啦 所谓的那些 protein啦 还有很多时候呢 我发现呢 海产的食物呢 和豆腐类的食物呢 通常呢 都不是那么容易惹痰的 这些是属于不惹痰的食物啦 那都可以喝多些 靓水啦 好的水啦 一日喝六杯到八杯啦 那来到起码呢 将你的那些黏痰呢 可以化痰到它啦 那这个呢 就是一些 就是化痰的食物的方面啦 那还有我们有些什么食物呢 可以用那些阿麻子 或者阿麻子油啦 那每日呢 就是可以用两汤 用两汤匙每日啦 那这些是一种 就是抗炎的食物来的 那还有呢 新鲜的蔬菜汁啦 会帮助我们排毒啦 那可以呢 是直接呢 是帮助我们一个 就是一个过度活跃的免疫能力啦 那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呢 严重的时候呢 他就会尝试呢 做三日呢 蔬菜汁的断食 嗯 就是蔬菜汁的 就是只是喝蔬菜汁啦 是 那来到连续三日呢 很多的敏感的问题呢 会减少的了 那如果有些人呢 是会怀疑一下 自己可能有食物的敏感呢 那你 就是起码你 试一下是不是真的呢 那你第一件事呢 你就先做这个的 三日的蔬菜汁的断食啦 那如果这三日里面呢 你很多的 平时的那些敏感问题呢 是没有出现呢 那就证明呢 很大机会呢 你平时常吃的食物里面呢 是有包括敏感的食物 OK 那所以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要这样啦 那 还要呢 避免很多野痰的食物 就像我曾经说 牛鱼类的食物 煎炸的食物 那些处理过的那些 所谓加工过的食物 很多的白面粉啊 朱古力啊 鸡蛋啊 这方面啊 那 当然啦 我们那个身体的 免疫能力呢 都会 就是会 会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呢 会造成的压力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尽量呢 要吃一些东西呢 就是好的食物呢 譬如呢 就尽量不要吃那些 坏的油 坏的脂肪啊 坏的油啊 饱和脂肪 有时那些 所谓叫做 反式脂肪 这个是很危险的 那很多的精炼的食物啊 那些糕饼类啊 饼干啊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都用那些 那个精炼的面粉做 和用那些油呢 多数呢 都是这些植物油 是反式脂肪来的 那所以呢 尽量呢 都是要减低这种的食物 那增加多些 纤维呢 尤其我们吃的那些 山的蔬菜里面呢 是容易找到的 那 有些人呢 就会去做一个 食物的测试 用那个 我们叫做 我们身体的血里面的 那个IgG IgE 这类 有些人都会用一些 有个不同的 譬如用那些刮的皮肤 来到看那个 那个皮肤的反应 那但我觉得 血那个是比较 就是准确一点的 那也都有些人呢 就用那些肌肉的测试 那但是这个 我觉得都是 那些肌肉的测试 就是那个 那个做的人做得好不好 那比较难一点的 那当然了 其实呢 全世界是没有什么测试 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那但是呢 始终呢 他也有时候呢 除了你的测试 所说给你听的 那个资料之外呢 你还要看一下 试下是否真的 那很简单 如果测试说你对鸡蛋有敏感的 那你也都知道自己呢 以前是很喜欢吃鸡蛋的 那你跟着呢 你便停止吃一段时间 那发现呢 果然是哦 我的测试好多很多 那你再要试一试 就再吃一吃 那便立刻又出现问题 那这个就肯定了 是吧 那所以很多测试 是会帮助我们一把力的 就是让我们不需要瞎目去撞 有时候也是挺惨的 就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去找的 这一节试也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的题目 敏感的自然疗法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你现在听的是www.sourceradio.com 圆网台 我是长焦低炒的阿姆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敏感的自然疗法 袁医生刚才提到关于食疗 有什么食物需要避免或者应该吃什么 去避免这个敏感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针对性的配方去对付敏感这个问题 当然啦 我们在我们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们其实过去处理很多很多敏感的问题 那在我们的配方方面 有些是一种草药 有些是营养素 那在营养素那方面 我们会用一种洋葱素 大家都想到 当你有时候有些伤风症状 那个鼻敏感 流鼻水打一次 那很多时候呢 是不是对我们的人吃洋葱 摸洋葱的时候出现的症状很相似 咦 是啊 所以呢 我们就用了洋葱素 英文叫做Crositin 那还有一个营养素 我们叫做MSM 就是Mephylsulfonylmethane 这个是一种减低敏感和减低消炎的营养素 很多时候呢 我们对一些关节的问题啊 那会有帮助的 那 那除了之外 那就简单是维他命C 是不是 维他命C 我们的份量比较多些 譬如呢 1000mg 毫克 每日呢 就是3-4次 那样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发现呢 你那个吃得多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些土舍呢 那你就慢慢地呢 就是减低那个分量先 那再慢慢加上去 那这是个营养素各方面 那还有两个饮品呢 我都经常是用在我们的 我建议给我的病人呢 就是一个三竹汁 Mangostine juice 和一个奴会汁 这两样呢 都是一个抗敏 抗敏和抗氧化剂很强的 那奴会也都帮助我们的腸道 维修我们的腸道 那因为很多的敏感呢 都是我们的腸那里来的 那除了这个这几样东西 那我还有那些草药方面 我就会用一个叫做小米草 那尤其是对一些人呢 是有些眼睛那里有症状 譬如它花粉热 就是眼睛很痕啊 很不舒服啊 或者眼睛很多眼水眼红啊 其实很多症状呢 在眼睛那里呢 我就会用小米草 英文叫做Eye Bright 也都叫Eufrasia officinalis 那中文叫小米草 那这个是一种草药的成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叫做那个 那个沉麻草 Stingling Nettle 那个刺的沉麻草 那我们 英文叫做Ertica diotica 那尤其对那些 那个花粉热呢 也都很有帮助的 那当然了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饮食方面呢 我们也都会用什么呢 用那个阿麻子油 刚才所说的 或者呢 用三个黑的鱼油 那这些都是一种抗炎的 抗敏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增强免疫方面呢 我们就会用一些 是和那个空腺素的抽取物 是有帮助的 那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呢 我们很多病人都会用的了 叫做Aloplex Aloplex 其实有几种营养素 那也都是有些空腺的 线素在那里 那也都加强我们这方面的免疫量力 那还有呢 就用一些抑菌 那些乳酸的抑菌 那双其的抑菌 Bifidus 和Lactobaxillus 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找一些呢 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产品呢 起码有40亿的 的菌组的 就是 的产品 那还有呢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酵素 尤其是那些蛋白质的酵素 因为任何的蛋白质的酵素 都有抗炎 减低的炎 和那个敏感的能力 那通常呢 吃这些的酵素呢 我们尽量呢 就是空肚吃 因为如果你饱肚吃呢 这些酵素呢 就会被我们的食物消化 用了的 那但是我们要一种 作为一种抗炎和消炎呢 那尽量呢 是酵素呢 就是我们那个食 空肚吃 那除了这个呢 我当然了 如果我们帮助我们的消化食物做得好呢 那也都会减低我们的食物的敏感 那所以我们会喝一些酵素的饮品呢 或者消化酵素这种这类的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胃酸呢 我身体呢 其实胃酸 是足够的胃酸呢 是会帮助我们的 完整地消化食物呢 也都减低食物的敏感的 那通常呢 当吃胃酸丸呢 通常呢 都是要吃饭同时用的 袁医生啊 刚才你提到 有那么多针对性的配方 可以对付敏感 例如一些草药啊 烤素啊 补充剂那样 那同类疗剂呢 同类疗剂呢 是不是都是这么有效啊 那有些什么症状之下 用什么的疗剂呢 当然啦 在自然医療里面 不可以少得同类疗剂的 因为同类疗剂呢 可以这么说呢 在那个治疗方面 是幼快 可以说便宜靓正 因为我经常都有的时候 都听到有些病人 遇到一个问题 就说虽然他自己 就来我们诊所看 看我们的用自然医疗医病 但是他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家里的人呢 都不是很合作的 那么他通常他们的原因 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有什么问题呢 我用西药会快一点的 但是他们不明白呢 西药呢 有时候呢 是会帮你好快按你的症状 但是他不会令你的病结果好 的 那么很多人呢 真的在对于西药那方面呢 就是医疗很多十年都不好呢 他都不觉得有问题的 因为始终呢 一般人的 是对医疗的 正确的医疗的上色 是很频繁的 那么很多时候 就是蚂顺的一个 一个权威的医疗系统 如果大家很简单 如果你试过很多方法 很多年都没有真正根治的 那你就不妨试试其他的 比如包括同类疗法 那么尤其是在那个敏感方面呢 我都会比较看得比较多的 因为很简单 敏感的西药来说是没有得根治的 那么很多人都都医到这样 都开始明白这个道理呢 其实他那个西药是没有得医敏感 是医不好的 那就是有时候 连个症状都不是那么压得的 那么就算有时候 那些有些antihistamine 压了之后呢 他人会汪汪汪汪汪汪汪的 那么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呢 就是应该要发发出去 另谋他发 在同类疗法方面呢 我当然有很多很好的尿剂 那当然要好视乎那个症状的 譬如那个人的症状呢 就是流鼻涕 流鼻涕 流眼水 还有有些很热的 那眼睛呢 被他流出来的呢 就经常觉得那个 尽量打一次打得很厉害 那鼻哥呢 流鼻水呢 是令到鼻哥红泡泡的 而这个症状呢 通常呢 他出了户外的 新鲜空气的地方 就会感觉好些 那这个症状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洋葱 对不对 那洋葱呢 除了是一个 成为一个 营养素之外呢 其实洋葱 也可以成为一个 和尿发尿剂的 那我们在拉丁文的名字 叫做Alium sepa 那其实是洋葱 这个症状呢 如果你的症状呢 是有很多灼热感的 眼睛又烧 鼻哥又烧 而且不能停止 而且呢 令到那个 鼻哥 就是流鼻涕呢 令到鼻哥都变得红了 损了 这样 而这个人呢 是很敏感 对很多人都很敏感 有一种烧烧的症状呢 那我们就用了什么疗剂呢 就新了 Synicum album 新了 那只疗剂 好了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症状呢 主要是眼睛那里为主 就是鼻哥又不是那么差 但是眼睛真的很惨 又红又烧 那些泪水多到死 眼睛很稠 那这个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Euphrasia 小米草 这个就是痛类疗化的疗剂 不是一个草药的成分 好了 如果这个人的问题是右边差的 比如说鼻哥是右边特别差 后脑的症状是右边特别差 而且这个人很容易吃了 吃了食物之后 吃了些食物 肚脏也很厉害 那这个是一种石虫型的症状 那我就会用石虫 石虫的疗剂就是Lycopodium 好了 如果有些人发现 很有趣的 有时候在太阳光一照一晒 一晒太阳就会打一次 这些人很多时候有唇瘡 很喜欢吃咸的食物 那这个疗剂是什么 是可炎 Naturmuriaticum 就是炎这个疗剂 好了 如果有些人一吃了食物之后 就会头痛 有痴压头痛 吃了些味精之后 他特别觉得很容易出现问题 这些人很喜欢喝酒 吃烟 吃烟 吃很多刺激品 有时候有些人 早上起床 打一次打一次打轮 那这种这样的阵营呢 我就会用什么呢 是马前子 Nuxvomica 有时候有些人 早上起床 打一次 可以考虑 用这个马前子 Nuxvomica 好了 如果有些人的敏感 发现 如果他一个 一个焗热的暖的房间 会差一些 如果他去户外 去走路 会舒服一些 而且往往在夜晚 黄昏之后 他的鼻孔是特别塞的 那这种这样的阵营呢 当然鼻涕 那些眼泪水 都没有特别刺激的 即是很淡的 不刺激的 很清淡的液体 那这个呢 就用什么呢 就是那个蒲公英 Parsatella 好了 那还有些症状 那些人一起床 就说他不断地打一次 一轮打一次 又流鼻涕 还有最主的症状呢 是不断地连续打一次 这个疗劑是Sapadella Sapadella Sapadella 那这个是一个很小的 就是很针对这个疗劑的 那主的症状呢 是一连续地打一次 打不停的 记住 Sapadella 好了 那还有呢 如果有些症状呢 就是很容易 个人呢 就是因为敏感 个人呢 就很容易 就一出现呼吸系统 敏感症状问题 就很容易出现感染的问题 那个人呢 特别容易累了 还有没有什么精力 没有什么耐力 这种这种类型的人呢 就是什么呢 是直型的人 是Silica 那其实同外疗法 有很多很好的疗劑 那还有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那同外疗法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呢 是平靓正 很快手 那这些都是一个 我觉得在我们医疗里面 是很好用得着 很好用的方法 那当然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用 用那个水疗 用那个热水的 浸热水 那比如用梳打粉 之外 有时皮肤敏感 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叫小朋友 那些病人呢 在家里如果有浴缸的话呢 就拿些 用那个baking soda 梳打粉 是浸浸肉 那多些出汗 那有时我们可以做些 蒸汽肉 这方面呢 都会有帮助的 那除了用梳打粉 热水之外呢 有时候呢 我们都用些瀉盐 absence salt 那也都帮助我们 把毒素排走排出体外的 那有些人呢 就会有时候呢 就比如那个肺那里 是那个 就是好气塞 那样 那有时候可以用些什么呢 可以加些 用热毛巾呢 就拿些姜汁 或者用些那个 那个红椒 红椒粉 那这个呢 都会令到我们 那个血液的重温加强它 那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那当然呢 有些人 懂得用香氛的 那当然可以用香氛 就是那个泡霧剂那里 那里 或者在肉干那里 就是加些下去 那最简单呢 就是那个eucalyptus 油加利 油加利 那还有呢 就是那个pepper mint 那个薄荷 那个薄荷 那还有呢 是lemon balm 那当然呢 最简单呢 就是最常用呢 就是那个tea tree 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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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树很好的 我今天刚刚和一个 一个学生 是我同学疗法的学生 来的 那也都一直都是 我们都 我们长期的病人 那他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他说我有一集呢 是讲那个茶树 那他很好用的 那他以前呢 就经常喉咙有问题的 那他说呢 他以前呢 他经常那个牙床呢 就是牙肉呢 是经常发炎的 那家人呢 经常说他呢 就有口味啊 那当然了 他看到牙液 经常叫洗牙 那但是发现呢 洗牙呢 洗完很快就有回 好快就有回 结果就听我们说呢 就用什么呢 就是我茶树 那些水那里呢 来到浪厚了 那很快呢 他那个牙周的那些问题呢 就即时改善了很多 那他也都有个 有一次他好像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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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脚那方面的问题 那他发现呢 那他发现呢 也是呢 用些喷霧剂呢 噴到皮肤那里呢 也都很快呢 是改善了的 那所以茶树 那个lemon lemon balm 那些类的 那当然了 分衣草啊 和罗马金谷啊 对于压力方面 有些人呢 觉得他人很累 很辛苦啊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因为那个 敏感的问题的 那很多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个香氛 浸浴咯 是不是加些 那个 冰衣草 加一些罗马金谷 那些都很好 好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不要忘记一下 其实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是运动很好 的 运动是帮我们出汗 排汗 也会减低我们的压力 那还有呢 就当然了 就不要再不要吸烟 不要在一些耳朽烟的环境 那 那尽量是避免呢 比如陈埃啊 或者陈满那些多的地方 那 譬如如果发现那个 家里面呢 是很潮湿 或者是香港很潮湿 很潮湿的 那就可以呢 就用那个抽湿机 那还有是 那这位 这位朋友 病人呢 都跟我说呢 他说他原来 我家里以前呢 就有很多猫的 就是香港很融油的 那他结果呢 就用什么呢 就用那个 那个茶树油 哦 就放在那个 噴霧水那里 那他就噴一噴 那些猫呢 就不会再出现了 要不然很麻烦的 你那头抹了之后呢 当然我们都可以 用那个梳打粉的 那抹了之后呢 他发现呢 用这个方法呢 噴了之后呢 那些猫呢 是消失了之后呢 是再不会再 不会再 那么容易回来的 那么 那桑园都除此之外呢 一个好的 吸尘机 空气过滤劑 也都很有 很有帮助的 那么 还有些人呢 就因为鼻敏感 长期鼻敏感 那出现了鼻色肉 脏了的 那我有些什么 可以直接去帮助 那个鼻色肉呢 我就用一个 一个叫做 Sylator Sylator 是一种 一种代糖来的 天然的代糖 很多香口胶都有这个成分的 那Sylator 已经证实了呢 它是可以帮助什么呢 是帮助防止蛀 那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很好工具 那还有什么的方法呢 我就可以用一些 用同类疗化的疗剂呢 是 有时候呢 我们用那个食物本身呢 比如 制造成一个疗剂 比如 有些人是对朱古力很敏感的 那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一个人呢 他就吃了朱古力会发烧的 但是他忍不到 一定要吃的 那他结果怎样呢 他就吃了一个 同类疗化的 朱古力的疗剂 就是说呢 由朱古力制造出来的 同类疗化的疗剂呢 那吃了之后呢 他吃朱古力就没事了 那也有些人呢 以前呢 对那些海鲜呢 那些 贝壳类的海鲜呢 敏感很厉害的 严重起来呢 又会吐不了气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 那结果呢 我都在我们的 他用一些 就是同类疗化的海鲜 蝦啊 蝦啊 贝壳类的同类疗化的疗剂呢 造成的同类疗化疗剂呢 发现呢 他的问题呢 一路一路改善回来的 那其实呢 敏感是 虽然很多人都有 也都很可惜呢 在现代的 西方的西医的 对抗性医疗呢 其实都是 不是很帮得到的 可以说是帮不了的 那所以呢 在自然医疗里面呢 在这方面呢 是 效果是 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所以呢 敏感的人呢 其实呢 就不需要再受苦的了 快快快快 用一些方法呢 是真真正正帮得到大家的 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其实 经常听到 袁医生讲 同类疗法 如果大家都对 同类疗法有兴趣 除了可以听 自然疗法与理 和零丹妙药的 同类疗法 这两个节目之外 还可以亲身跟袁医生 学同类疗法 课程由 亚洲同类疗法学院主办 课程可以去 詳情可以去 www.ahi.com.hk 或者打25773798查询 接下来 Session 6 会在10月13日开始 要报名就快点了 谢谢袁医生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再见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 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k